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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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可能世界遗产是个热词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福州 召开了联合国教国人主持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给大会致辞 阐述了世界遗产保护的意义 和它对我们人们现实生活的价值 大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文件 其中我们中国政府提交的全州 在大会上成为中国第56项世界遗产 2004年在中国的苏州召开了世界遗产大会 也出了一些影响这些年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些政策规定 其中一项规定对于当时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是非常不利的 什么规定呢 就是规定一个国家无论大小 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 大家想想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这么丰富的遗产资源 每年只能挑选一项进行申报 常常的预备名单将近70项项目在等待 但这项规定还是正确的 它是要平衡文化多样性 因为每年大约有130个国家 140个国家申报项目 但每年经过严格的审核审批 最后成功的不到30项 就希望那些还没有世界遗产的国家 也有机会加入世界遗产大家庭 但是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跟国际组织沟通 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领域有三大机构 我们和他们的负责人来讨论 比如世界遗产中心的主任班德林 中间那位白头发的是 国际古籍医治理事会的主席佩萨特 在那边拿着报纸的是 著名的罗马中心的主任布什纳吉 跟他们说我们国家今天正处于 城市化加速进程的历史阶段 我们每一项申报都带有抢救性质的 中间那个年轻人就是当年的我 大家瞧我那个表情 是不是压力很大 每年只能报一项还不一定能成功 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2004年高国立王城王林贵珠墓葬 申报世界遗产成功 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 2006年河南的殷墟 2007年广东的开平碉楼与春落 2008年福建土楼 2009年武台山 2010年登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2011年西湖文化景观 2012年内蒙古的元上都遗址 2013年云南的哈尼提田 2014年是个大丰收 居然两项成功了 一项是大运河 一项是丝绸之路 为什么能有两项成功呢 因为丝绸之路是跨国申报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三国共同申报 用的是吉尔吉斯的名额 2015年土司移植 2016年广西的花山岩化 2017年福建厦门的古浪雨 2018年没有成功 就是泉州今年成功了 但是2019年 当梁珠古城遗址申报成功之时 中国就一跃成为了 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但是在我们来看 最多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在这个过程中 抢救保护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 比如梁珠古城遗址 十几年前它的状况是这样的 就是浙江普通农村的景观 在遗址上有这样的废品回收站 有这样的乡镇企业 最重要的墨角山宫殿建筑群上 当年居然首立了一个企业的水塔 有这大型的印刷厂 不断增加的这些农民住宅 那么周围开山取食 把环境也破坏掉 这就是十三年前的状况 但是进入申报世界遗产 进行了环境的整治 进行了遗址的保护 那么从这样的面貌 改变成这样 它毫无争议的 以五千三百年的历史 成为了世界遗产 获得了成功 在世界遗产大会上 十三分钟的我们专家的陈述 十个国家知识表态的发言 然后大会主席一锤定音 两组遗址成为时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 我们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 喊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要叫两组遗址 像公园般的美丽 同时呢 重要出土文物的地点 进行了保护性的展示 在遗址的外侧 建了一个漂亮的博物馆 把八十多年出土的 以预期为主的珍贵文物 进行了集中的展示 这些工作做好了以后 一个考古遗址公园 正式开园了 年轻人在这里每天都有活动 同时呢 人们在这里接触大自然 其实每处遗产 它申报过程中 都伴随着抢救性的保护 比如五台山 那么提出深移的时候 我们到现场一看 二十多处地点全需要整治 特别最核心的台淮镇的山下 那段不可持续的旅游 造成上千个小门帘 小饭馆 小茶馆 小酒馆 卡罗克屋 还有一种叫洗脚屋 你说山上的生人怎么念经啊 要成为世界遗产 必须环境要整治 所以把所有的这些 杂乱无章的旅游社 是退后十里地 也建游客中心 然后一年以后 深山长虎萨的异镜回来了 这样五台山成为了世界遗产 杭州西湖进入新的世纪提出 申报世界遗产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因为它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城市的中心核心地段 占于很大的空间 而西湖的文化景观的特色叫三面云山一面城 也就是三面云山里面不能出现任何一栋 侵入到景观里的新的建筑 可能吗 杭州做出了城堡 十年深一路 今天大家有机会到杭州去看看 无论是荡州西湖里面还是漫步疏敌白地 没有任何一栋新的建筑 侵入到西湖文化景观里来 西湖成功了 但是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影响了吗 没有 从西湖申报世界遗产之时 杭州就坚定不移地从西湖时代 走向了乾当江时代 在乾当江两侧气势挥洪地建了新的杭州城 几年前的G20会议 大家知道美丽的新的杭州城的景观 通过影像传遍了世界各地 这就真正实现了梁思成先生当年的主张 一座历史性城市 要保护老城建设新城 两者才能相应成亏 在杭州实现 那么北京是一座文化古都 北京的城市特色是有一条清晰的中轴线 从永定门到中古楼 中轴线最大的一组建筑 莫过于昔日的紫禁城 今天的故宫博院 我有幸参与了一些故宫博物院 中轴线的保护的一些工作 比如在94年到97年 故宫周边52米宽的桶子盒和城墙中间 两侧单位居民请到的垃圾 已经堆到了水面上 我们就喊出了一个口号 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 完整地交给21世纪 三年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 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 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 统治河变得毕波荡漾了 2000年当时北京是正在承办2008年奥运会 我们不希望大体量的建筑物 大规模的建筑群 寝入到中轴线和故宫景观周围 我们就在中轴线两侧 画了厚厚的建设控制地带 绿色的地方就是不能建楼房的地方 就是保护北京传统四合院平房胡同的地方 正是因为有了这套屏障 北京是中轴线今天申报事情才成为客的 我是12年到故宫博院工作的 我知道这里是世界最大规模 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这里是全世界收藏中国文物产品 最丰富的一座宝库 这里还是全世界观众来访量 最多的一座博物馆 作为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 应该如何保护呢 那么我们又经过了三年环境整治 室内十项内容 室外十二项内容 把我们里里外外整治得干干净净 扩大开放 我们扩大开放要把古建筑修好 1200多古建筑用18年的时间把它们修好 我们建立了世界第一个为文物建的医院 故宫文物医院 我们汇集了200名文物医生 这所医院一建立国际文物修复学会 就把全球唯一的培训机构 就设在了我们中国 设在了故宫文物医院 这是一幅画 曾经挂在乾隆花园最高的建筑福旺阁的墙上 五米多高的一个贴落 但是70年前战争期间它堆落下来了 当时没有条件修 我们的老员工把它包起来 今天要修打开一看 已经睡了上千片 睡片化了 没办法研究了 但是今天我们进入文物医院以后 用我们的计算机系统和辅助设备 支持下科学的拼队 科学的修复 一年以后它起死回生了 才知道它是清朝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董告的一幅作品 这件青冬季出土也睡了200多篇 没办法研究了 但是我们用无损探消的设备支持下 在最大那片铜片的铜锈下面 发现了20多次的名文 知道它原来是2500年前 戴先秦名文的一个顶 也非常珍贵 今天把它修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批批文物 从我们的各个库房里提取出来 进入文物医院 经过修复以后 健康的 有尊严的走进了我们各个展厅 通过环境整治 骨剑修缮 文物修复 我们终于可以开放更多的地方了 更多的区域 2014年共工博院的开放面积 第一次突破了50% 到了52% 2015年到了65% 2016年到了76% 三年大整治带来了三年大开放 19年到了80% 很多过去数字非开放区观众只不排的地方 今天变成了展区展馆展场 我们修好了故宫四大花园 全部对公众开放 两个明代的花园 两个清代的花园 最后开放的是明代的慈林宫花园 106棵大树 非常幽静 那么我们今天开放了城墙 人们登上城墙 可以看紫禁城的景观 可以看外面的风光 我们开放了 唱音歌大戏楼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留下的宫廷戏楼 但是一百多年都没有演戏了 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些木结构的古建筑 你把它修好了 锁起来 它遭袖的更快 越正常地使用 越经常地维修 它会越健康 于是唱音歌大戏楼 修好我们作为戏曲馆 对公众开放了 我们把过去的库房 地面的这些存放 我们建材的库房 今天变成了家具馆 6200件明清家具集中 在这里面进行展示 一间间客厅 一间间书房 就是这样一个区 一个区域开放 公共的开放的区域越来越大 这个地方叫太和殿 过去人们参观太和殿以后 只能往北面走 高大的宫殿 宽阔的广场 一根树都没有 也有观众问我 为什么故宫没有树 过去我只能靠着 你再往前面走 走到最北边 有一个地方叫御花园 有树林 其实太和殿两侧各有一个门 西面叫右一门 东面要左一门 只是从来没有开放 今天我们整治两边的环境 修缮了两边的古迹 这样我们开放了右一门 人们走出右一门 迎面就十八个三百年树 流到大槐树 向北就是新开放的西部区 我们打开了左一门 人们走出左一门 迎面就是过去 骑马歇见的建庭广场 这时候人们在恍然大悟 原来太和殿两侧 一步之遥 这么好的生态景观 第二次来故宫 第三次来故宫的观众 就不一定往前面走 西面看展览 东面看景区 人们就散开了 那么我们把大量的古建筑 今天用于了社会教育 这些新的大教室能使更多的观众 更多的同学们来到这里学习 当然故宫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就是我们几十个庭院都非常的安全 春天夏天秋天都被同学们把它铺满了 我想我们的博物馆 就应该是人们学习的一个大课堂 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片文化的绿洲 我们的教育活动也走向全国各地 走向世界各地 比如我们到马尔他去 到新加坡去 到泰国去 到澳大利亚去 到西班牙去 这些外国的小朋友也很喜欢来自中国的 来自故宫的文化 我们也进行国际教育 两大国际组织 一个国际博物馆协会 一个国际文物修复协会 都把全球唯一的培训机构 就设得了故宫博物院 国际博物馆协会 在过去的六年里 已经培养了七十多个国家的 三百多名博物馆人员 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 那么源源不断地把各国优秀的展览 吸引到故宫博物院的展厅 使我们国人不出国门 能看到各国优秀的展览 我们的展览也不断地走向世界各地 来传播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今天越来越多的胡弄在故宫展开 这是非洲孩子们和中国的小朋友 在故宫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令营 这是二十个文明古国的专家学者 政府文化官员在故宫召开 每年一度的太和论坛 和文化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它就是号召人与次然要和谐相处 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待 人的内心世界要和谐相安 我们的世界才是一个和平友好 发展不断进步的世界 二十个文明古国在故宫博物院 共同签署了太和宣言 今天我们一次一次做好 每次外交的接待 这些外国的领导人来到故宫 我们会用故宫所呈现出的传统文化 给他们进行解读红 墙 黄 瓦 蓝 天 这是三原色呀 用这三种颜色可以普化出世界任何的色彩 我们的世界必须是算里多彩的 不能是单一色彩的 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历史 每个民族也都应该拥有他们向往的未来 今天看到每天数以万计的中外观众走进故宫博物院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受到 世界最大规模 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今天被保护修缮得如此之壮美 如此有尊严 如此之健康 他们会感动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由于我们不断地扩大开放 影响力增加 观众持续地增长 2019年 故宫的观众第一次突破了1900万 1933万 史上最高 世界第一 但是最令我兴奋的是 1933万观众里面 35岁以下的年轻人 第一次突破了50% 过去这个比例不到30% 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 喜欢古老的紫禁城 喜欢正青春的故宫伯苑 去年12月8日 紫禁城迎来了他600岁生日 这一天我们无比激动 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 大家共同努力下 我们已经把一个壮伪的紫禁城 完整地交给了下一个600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